今天阿倫的外食祭要帶大家來看一下什麼樣的餐廳呢 其實現在冬天慢慢已經開始變冷 所以有時候會想要吃像是火鍋之類的東西 所以今天阿倫就來帶大家去吃一下日本的火鍋 シャブシャブ的蒜蒜鍋 然後今天阿倫要帶大家去哪一間店來吃呢 好 就是這一間溫野菜 シャブシャブおみなさい 好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進去吃吧 好 然後它這邊有很多的那種吃到飽的酵食 然後一般如果豬肉吃到飽是2780元 然後如果是牛跟豬呢是2980元 然後另外很好的它這邊有很好的雙醬 黑毛和牛一個人吃到飽也是5480元 這邊還有很多那個湯頭可以讓你選 然後因為它這邊叫溫野菜 所以它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的青菜可以讓你去選擇 喜歡吃青菜的人呢 也不妨可以來這一間火鍋店吃吃看喔 好 然後這個是我們今天要吃的藥膳鍋 現在是2980元 再加200塊就可以吃牛肉喔 其實就是1988元 因為它在冬 我每次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阿倫现在终于吃完了这一间温野菜的虾子虾部 就是那种蒜蒜锅 然后非常的满足 不过最后有点可惜的呢 就是它最后的那个抹茶的冰淇淋呢 并不OK 阿倫觉得其实那个抹茶冰呢 没有很好吃 对 其他的都还蛮不错 还蛮好吃的 然后今天这样吃下来呢 阿倫跟朋友呢 这样吃起来 两个人加起来大概七千多块日币 所以一个人大约是快要 快要四千块日币 其实有一点点贵 不过 偶尔稍微的来一点这种 稍微的 偶尔的小奢侈一下 是不是也是很不错的呢 而且现在又是刚好 天气越来越冷 吃火锅也是感觉非常的棒的哦 好 今天的阿倫Channel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阿倫Channel就是要是跟大家介绍 阿倫在日本的一些所见所见的 还算是有趣的产品 或者像这种阿倫在日本的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简单的影片的介绍等等 有兴趣的人欢迎订阅阿倫的频道 来追蹤阿倫第一手的影片资讯 另外呢 这两边是阿倫其他的影片 有兴趣的人不妨点击去看看 若是喜欢阿倫这个影片 请帮阿倫这个影片按一个赞 或者是把这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好 阿倫Channel 阿倫Channel